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指控 BNT疫苗採購一度破局 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對於簽約的頭銜 要用獨立的台灣政府用字堅持 引發外界議論 衛福部今天就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澄清 並且首度公布四份的採購合約原文文件 強調真相只有一個 當初跟BNT洽簽合約簽署代表是衛福部疾管署 絕對沒有意識形態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九號晚間在臉書指控 前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幫總統蔡英文傳話 要求郭台銘別買BNT疫苗 不過遭總統府駁斥沒有阻擋疫苗採購 郭台銘十號上午出席永齡基建會活動時重申 民進黨內部有人擋疫苗 由於郭台銘宣稱BNT採購一度破局 是因為政府採購協議堅持用獨立的臺灣政府投銜 對此衛福部十號上午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澄清 並用圖卡還原疫苗採購過程 還首度公布四份採購合約原文文件 強調真相只有一個 當初跟BNT洽簽合約的簽署代表為衛福部疾管署 絕對沒有意識形態 是我據名 是衛福部疾管署的署長 我是代表中華民國掛號臺灣的這個政府來簽署的 如果要用個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義去購買疫苗 在這疫情期間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有很多相關的免責的規定必須由國家來承擔 所以一定是由政府來購買 衛福部指出當初與BNT洽簽最後階段時 對方有要求我方刪除中文新聞稿內容 我國兩個字 隔天我方調整為臺灣之後 便無疾而終 對此深感遺憾 但是對於鴻海 台積電及慈濟基金會 三個團體願意捐贈疫苗 照顧國人健康 還是非常感謝 記者綜合報導